這個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回答 過雄發達才過雄發達 他不願意回答議員的問題 反而是議長許坤蓮跳下來 那請教一下劉委員 你有看到他的態度嗎 你覺得那個態度你有沒有接受嗎 我覺得非常的輕蔑 非常的沒有尊重到選民 投給他當一個市長的那個重要性 其實我必須要講 很多藍營的支持者真的看不下去 就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知識藍 就有知識程度的藍 或者是經濟藍 科技藍 他們會去想去投資到郭台銘 我跟你講這種行為 馬英九看得也搖頭 馬英九些人看得也覺得 你根本連基本都沒有 而且他的態度 我覺得他是在挑戰很多人 很多人的極限 因為你這樣的態度 你不尊重議會 甚至說我怎麼在那邊 是像小學生接受質詢 然後一下站起來 要做下去 然後對問題然後閃閃索索 然後什麼都推給局處長 然後不願意去面對質詢 然後還跟議員這樣嗆 這是違反民主基本的原則 對議會的謙卑 對監督機制 然後整個議會議長許坤源自己 我覺得好像是那個幫派的老大 在教訓這個議員 我是議長 我說你這個表現不夠格 你根本就是越除帶跑 你角色錯亂 所以我覺得 代表什麼許坤源想救韓國人 可是他想救韓國人的結果 還有人議長跟他說 你議員這樣做的嗎 對 議員沒有說 我跟你講 跟許坤源幫他質詢算的 因為許坤源比較知道吧 以後就直接許坤源代打就好了 韓國人就說請議長代打 也不要找局長 直接找議長 因為他的局長搞不好 還是從外地來的 還不是高雄在地的 沒有比許坤源比 如果韓市長跟他說議長你打 他會怎樣 他再回答好了 幫他回答 他就弄到你的套了 這什麼東西啊 不是 我就覺得他在挑戰 台灣人很多人的底線 所以我覺得來贏的人 其實很痛苦 但是他現在看到一個韓國瑜這樣子 然後又看到一個郭台銘 像握女記者的手 把他綁鞋帶 然後講一些 所以我覺得 本來國民黨的大好的情勢 會不會搞到後來兩邊 真的有人說雙殺 就韓國瑜也沒了 郭台銘也沒了 他朱立倫 搞不好真的朱立倫 朱立倫現在每天在家裡這邊練功 搞不好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 朱立倫看那個表現 搞不好很高興 當然高興啊 你就繼續扣分嘛 對 那我請教羅惟 你男的朋友 還是那麼直直韓國瑜 其實確實有點失望 因為 這樣有人會嗎 當然也有人 因為他們會認為說 你怎麼這麼不用功 這麼不用 大家都說 就是說你怎麼這麼不用功 因為事實上你看 國民黨好不容易才把高雄拿回來 對 你看民進黨執政二三四年 就因為民進黨做得不好 大家換我們做嘛 是 那民進黨做不好換我們做 我們應該要做得比人家好嘛 你才會繼續執政的機會嘛 但他現在因為他在那個 這幾次的直學的表現 確實大家是失望的 確實是失望的 因為我們很多很多男的朋友 其實而且不僅是失望還難過 真的有些人真的是 難過什麼 挺到 你看 你看他就職典禮的時候 對 很多人都跑去 人家豬油染症下去 還有一樣 那甚至於還有朋友 為了韓國瑜去高雄買房子 挺到這種程度 大家想說這是一個希望嘛 就是說大家都認為說 他跟一些國民黨傳統不一樣 國民黨有救了吧 那很多希望就放在他身上 短間十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